有关于昨天11月27日在台南市新营区延平路 自带水管被挖破的这个案子 那是因为中华电信的一个施工 不慎来挖损了本公司的管子 那我们在11月27日下午3点半 接获这个讯息之后 马上来调集相关的抢修人员机具 进场来施工 于11月27日下午4点半的时候 就开始连续的不断的抢修之后 于10月27日下午9点左右来抢修完毕 并得覆水 那整个的影响的用户数大概有700户 目前都已经顺利在供水 稍微了10月29日下午8点半